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外媒分析为什么中国不参加美国的红海护航行动 2023年底国际上最大的新闻之一 就是胡塞武装切断了红海航线 迫使美国发起所谓的繁荣卫士行动 这个行动试图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各类导弹无人机 恢复红海的通航 甚至对胡塞发起空中打击 美国于12月18号宣布繁荣卫士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罗维 西班牙和塞舍尔 巴林是迄今为止唯一加入的中东国家 但可笑的是这些国家当中 除了英国都公开表示自己对此没有什么兴趣 西班牙甚至愤怒地宣布 美国没有和自己商量就发布了名单 在这个过程中有西方媒体鼓噪 认为中国应该派海军力量加入繁荣卫士行动 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红海航线和苏伊士运河是中欧贸易的生命线 而且中远国际也表示暂时停止红海航线 也就是说胡塞武装的举措影响到了中国 甚至有西方媒体绘制了漫画 抱怨中国对繁荣卫士不积极 甚至还有消息说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没有响应 以色列货船发出的求救信号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加入这场行动呢 首先中国海军并不是完全拒绝和美国的联合行动 如果确实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 或者是海上恐怖事件 中国海军是义无反顾的 雅丁湾护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现在的红海航线的问题 并不符合上述两个范畴 胡塞武装之所以切断红海航线 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在美国的干扰下 没有采取恰当的措施 阻止以色列军队的滥杀无辜 虽然以色列和西方媒体 把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形容为恐怖袭击 但胡塞武装并不是恐怖组织 而且胡塞表示 只针对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不针对其他人 同时美国搞的繁荣卫士行动 也不是简单的护航 美国首先是自己派遣驱舟舰进入红海 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 一段时间之后 或许是无法成熟导弹消耗的成本 以色列也派向了自己的反导护卫舰进入红海 这依然没能阻止胡塞的导弹 所以美国优先动员自己的北约的盟友 以及澳大利亚这样的核心盟友 派战舰前往红海 但是这些国家纷纷拒解 美国国务院才表示 欢迎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之所以会发生红海护航的需求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拉偏架 以实际行动支持以色列的加沙军事行动 一方面提供大量的炮弹炸弹 一方面派出两艘航母 保护以色列的侧翼 这导致广大伊斯兰世界忍无可忍 胡塞武装的举动 虽然影响了国际航运 但伊斯兰世界的几个贸易大国 包括沙特 马来西亚 都没有反对或者是阻止 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站到美国一边 去和整个伊斯兰世界作对呢 当然了 中国的商贸企业和航运企业 因为红海的断航 是蒙受了一定损失的 根据埃及国家信息局的数据 红海航线的西段 也就是苏伊士运河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 是欧洲和亚洲之间最短的航线 占全球贸易的12% 包括所有的集装箱 运输的30% 货轮 扰形 耗旺角 会导致运输的周期延长10到14天 费用不同程度的上涨 有地方政府已经在 征集企业的意见 真心他们为此受到了什么损失 困难有多大 因此中国还是有必要站出来 组织无辜的国家 与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 商讨姐姐的办法 相信这样的国家不在少数 而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良好关系 也会为这样的商讨奠定良好的基础 相信胡塞武装会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商船 好 这话题就评论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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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ilty winding miał 叢阮 你这么多的选择 当然 ative じゃあ characters